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用这个商业模式画布可以去分析我们的产品的例子 就举我们身边比较熟悉的这个百度的 百度的商业模式 百度大家都会去用 对吧 而且之前我们在分析这个互联网产品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也拿它举例了 我们就举百度搜索的这个商业模式例子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模式画布 一般都是从右往左这样去分析啊 然后边分析边画去构建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 百度搜索的用户细分 它面向的目标用户有哪些呢 很大一头网民 对吧 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百度的搜索里面有很多的广告 所以它会有广告主 这就是它最大的两个目标用户 那它百度搜索对这些目标用户分别提供了哪些价值呢 对网民来说 免费搜索对吧 免费搜索 免费搜索 对广告主呢 我可以投放广告了 是吧 这就是两个最大的价值啊 当然对很多的人来说 还有很多的目标用户的这个需求就是一些有价值的啊 或者是收费的内容 这些都是它的最根本的价值主张啊 就是百度搜索的最根本的价值主张 那对这些目标用户啊 网民也好 或者广告主也好 它有什么样的通道和渠道接触到百度搜索所所提供的这个价值主张呢 啊 它可以通过电脑 也就是我们说的PC啊 还有移动端 App啊 去访问百度 去访问百度的域名就可以去进行搜索啊 广告也会投在这个域名上 对吧 我们的网民可以通过这个域名搜索出来的结果 看到看到广告也好 看到有价值的内容也好 啊 那百度是怎么不断的维系 这两个目标用户群体的关系呢 对网民来说啊 那就是提供越来越好的搜索结果 搜索结果 那对广告主呢 我提供越来越多的广告形式广告位 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我们的网民的诉求啊 需要 也能满足广告主的需要 它是在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 对吧 啊 那 作为百度搜索这部分商业模式的收入来源 怎么来呢 广告主投广告 需要花钱吧 就是广告费用 这广告费用啊 这是可以这样堆过来 对吧 那对网民来说呢 网民其实是免费的 网民是免费的 大多数啊 大多数搜索结果 对网民来说是免费的 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百度搜索搭了一个平台啊 一头是网民 另一头是广告主 对网民免费 但是对广告主是收费的啊 这个就是他的收入来源 对吧 当然在百度平台上 随着这个用户的这个行为的发展 他也在建立另一种收入来源 就是有一些是收费内容 我们之前看了百度的音乐啊 百度文库啊 还有一些视频 就是这些资源内容 其实网民也是需要付费的 如果他真的需要的话 但是这个这种方式是跳过了广告主的 他等于说在这个平台上有另一个收入来源啊 对吧 嗯 我想这块我讲的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头啊 就价值主张的另一头 怎么来实现这些价值主张 首先核心资源有什么 百度搭了一个搜索引擎啊 自然会有这个开发 也就是我们说的技术人员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因为搜索引擎的这个技术门槛还是很高的 对吧 啊 他能够保证 这部分 免费的搜索结果 啊 越来越好的 满足 网民的搜索意愿 所以他需要 在这方面 投入很大的资源 啊 对广告主来说呢 那广告主就需要一个广告的投放平台 对吧 同时还会有相应的客服啊 销售啊 这些 这些资源啊 也是需要去服务于广告主的 你的广告主是花钱的 他需要更好的服务 对吧 那基于这些核心资源 就会引发相关的关键业务 也就是 具体要做什么啊 重点的资源投在什么方面去做 那肯定要去不断的开发 油画 搜索 这个平台 对吧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还有一块 那就是面向 投广告主的啊 去不断的增加广告的形式 啊 就是围绕这部分 还有位置啊 然后体验啊 这部分工作啊 这些都是产品经理需要去做的 对吧 好 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广 百度搜索结果 毕竟用户的这个 比如说你搜索一个关键词 他的这个搜索结果可能只有十条 啊 这个条数是有限的 那怎么办呢 广告主有很多的广告 我想投 我想覆盖更多的网民 不仅仅是百度搜索引擎上的这些网民啊 那我就需要去 作为产品经理 我需要去找我的合作伙伴 那就是产生了这个网盟的这部分合作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 啊 之前讲到这种模式啊 那我们就去找合作伙伴 嗯 在他的网站上 把广告主的广告 做以投放 对吧 这又有一个联系 基于此 我们可以看啊 关键业务 核心资源 还有合作伙伴 这块就会牵扯到这个成本结构 成本结构 对于广 百度的搜索引擎 广告这种商业模式 有哪些呢 啊 开发肯定会有开发的人员的方面的成本 对吧 还有我们不断的在优化这个平台 搜索引擎 本身这个产品的平台 不管是面向广告主投放广告的这个平台也好 还是面向网民的这个搜索引擎 持续的都要在做优化啊 技术方面的优化啊 性能方面的优化 这些都会需要去花费 有花费 有成本 对吧 同样 因为百度去联合了更多的网站主啊 去投放广告主的广告 那自然 这部分收益需要去和其他的网盟联盟的站长有一个分成 啊 可以算作是合作费用对吧 那这个当然站在百度的小度它也是一个成本 嗯 整个这个关系就这样梳理出来了啊 当然这个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他去做产品的时候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啊 就是一个大的层面底层的一个大层面需要去思考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成本和我们的收入 ROI 啊 这个是产品经理核心考考虑的一个指标 同时在我们做关键业务的时候啊 这个单元格 这个单元格 我们经常会去衡量的是 KPI 就是我做什么样的关键的事情 我用什么样的指标去衡量我做的事情的好坏啊 我需要去通过KPI 啊 百度的搜索广告的这种商业模式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 商业模式 画布啊 这种方式去分析就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的连贯啊 各个区块它有什么样对应的关系 啊 我想我应该跟大家讲明白了啊 好 那基于此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 相信大家已经把这九个区块 了然于心啊 同时这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影响的也非常的熟悉了 那就请大家选择一个你认为是比较新的啊 或者是你觉得很有兴趣去钻研的一款互联网产品 用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画布做一个分析啊 把每一个区块里面的内容填满 同时如果之间会有一个什么关关联的话啊 希望你通过一些线去把他们的关系表明清楚啊 这个作业希望大家认真完成啊 好 今天我们这个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